哎呦我的妈呀 装不动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王者 今天呢又是一个开箱的视频 依旧是这个TAMMY的一个大包 然后东西挺多 我会分成四个视频来介绍 那首先呢是这样一个新的玩具 老万呢他们是用这个 基本上是用来做喝卡的 不知道你猜到没有 我就说的是什么东西 它是一个小机器 但是我感觉在做手段里面也是很有用的 六岁以上的小孩就可以使用的 学名叫手摇DIY纸翼机 为了配合这个纸翼机呢 我就还买了一些这个刀膜 那我现在就拿一个试一下吧 有这样两块板 对不对 就是这种塑料板 一块是A一块是B 这个是他买这个纸翼机他配的 我这些产品的链接呢 都会发在我的这个视频底下的那个描述里面 description里面 大家可以去那里找 我还会给大家分享这个打折的扣的 试用开始 OK然后这样贴好刚好这个比这个刀膜大一些就可以 这个是正面 就是它其实它是凸起的 这个是反面 我们就把反面朝下 然后呢 这个顺序是先放这个厚的A 然后再放你的纸 再放刀膜 再放这个薄的电板B 为了让它不滑动 可以随便拿一个不想要的胶带贴一下固定一下 转这个把手 我还是需要一点力气转它 哎呦我的妈呀 转不动了 我昨天第一次用这个纸一机的时候 我就没太敢使劲嘛 然后就转不过去 我差点就想退货了 后来我老公他过来帮我转过去了 就第一次的时候可能需要使很大的力气才能把它这样子转过去 他说六岁的小孩可以玩 我感觉六岁小孩可能转不动的 然后呢 这就是我刚才做了一些出来了 基本上都是用的胶带 像这里我用了这样一个格子变迁 然后我现在就给大家还是演示一下 给它塞进去 然后一个手扶着这个机器 一个手转着个把手 这个其实不用扶的 因为你把它塞进去之后它已经卡住了 它不会掉的 然后就往怀里这样子转 这个需要很大的力气 但是是可以转过去 然后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的这个纸已经被切开了 然后我们把我们需要的地方嚼起来就好了 然后我就做出来一些紫色的 有点像树枝上面有这种小果果的这种一个素材 然后大概粘在我这个平贴上想要的地方就可以了 这样也是挺好看的 然后因为我刚才试用了嘛 所以我发现有个地方就是需要注意一下 当你买这个刀膜的时候 你要注意它的尺寸 像我买的这个刀膜 它就太宽了 它比你这个板宽这么多 然后你这样子放的话 你就没法插进去 它就不可能让你转过去的 如果你是一整块那种完整图案 就是很宽的那种刀膜的话 千万不要买 就它放在这个纸衣机里是不能用的 但是像我这种呢 它每一个其实都是分开的这种元素 我可以自己排列组合的那种 仔细看它这里是有一些小的那个铁的部分 连在一起的 就我可以把它掰断 然后把它变成两块刀膜 这样我就可以用 那我现在来试一下吧 这个其实很容易掰断 我以为会很困难 但是其实很容易 所以其实你如果不是不需要 就是说弄整个的所有这些 那个元素的话 你可以把它全部掰成一个个的小的 然后你只想要这个 你就把只把这个放在这上面 然后滚过去 对吧 可能就是要给你掰的 但是我不想把它掰成一个个的了 因为我觉得掰太小的话 就不太好收纳 那最后呢 就给大家看一下我选的这几个刀膜 如果大家有类似的喜好的话 也可以去买一下 我会把链接放到那个视频的描述里面 这个是 这个其实是那个 有点像薰衣草啊 那种草它的图案 那这个呢 一个是那个树枝上长小果果 一个是这个树叶 这个其实挺万能的 就是说 可以跟其他好多搭配 然后呢 刚才 刚才也是这个是那种 三色井 三色井的这个一套 你可以用不同的颜色弄它嘛 比如说这块大的花 你弄一个什么紫色 这个弄个黄色 这个弄个白色 然后就可以自己随便排列组合 然后你用胶带的话 就可以有任何图案的都可以 想怎么组合就怎么组合 对不对 这个刀膜呢 是这个橱菊吧 这四个这一个花苞 然后三朵花 都是都是用这块刀膜做出来的 然后这中间的这个大的 有点像草啊 叶子这个 是这半边 这个刀膜 然后这里的这些 就是用的这个薰衣草 这个刀膜 现在看来的话 就是说像这种碎花的话 其实整体那个形状啊 看上去就没有那么明显 还是这种纯色的 或者是这种基础图案的 这种胶带 做出来的这个拼贴呢 可能会比较显眼一些 因为本来我这些刀膜 它的图案都是很复杂 很细小的 然后你在它里面 再加上一些这种 小碎花的话 它就有点看不太出来 它的整体的那个形状 那今天的视频 主要是介绍这个纸翼机 然后和这些刀膜 是怎么用的 总体的感想呢 觉得还是不错 就很适合完全不会画画的人 因为它这个刀膜 全给你弄好了 然后你只要自己 用你自己喜欢的纸 或者胶带 把这些形状弄出来 就在后贴本上就可以了 还是挺容易的 而且它可以有 各种不同的排列组合 如果你想要买同款 可以到我的视频的描述里面 去找这个产品的链接 然后还有TAMU的 汽车的折扣码 那我们第二期这个开箱视频再见吧 我一共会有四期 各种不同的受账用品 好了 拜拜